大家新年好啊 我们先来看看2024年第一个月会有哪些好事发生 还有哪些坑是需要毙的呀 首先呢就是这个水腻在月初就已经结束了 这个2号的时候水腻就已经活不顺行了 从12月的中旬的时候开始 你们一些想不通的一些事情 与不顺的一些事情 这个月呢肯定是要慢慢屡顺慢慢收尾了 上个月作腰的一些事情 让你们上头的一些事情呢 这个月水腻过后要么它现出圆形了 要么它就该散散了 总之这个月大家都是要慢慢的互不清醒了 不过这个月初还是有一个水火一起四分海王星的影响 也就是说这个水腻虽然说它已经恢复顺行了 但是它别的地方的伤势还是没有完全恢复的呀 所以大家也不要掉以轻心啊 就像水腻所掌管的交通啊沟通啊文字文件啊 还有这个就是呼吸系统之类的问题 该注意还是要注意 特别是2号还有9号10号的样子啊 因为中旬这个水腻就已经恢复正常了 并且它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啊 有的人甚至会遇到贵人给你一些提点 不过呀到了月底24号之后 这个水腻又被火星给合了一下 还好还好就是小擦伤而已 无非就是发炎上火拉肚子之类的部分人 也会跟领导长被拌拌嘴 但是也无伤大雅 或者说能够得到妥善的处理 因为月底的时候还是有这个极星拱合来给咱兜底的 这个月还有个好事呢 就是火星力很强 不是那种爆发力很强的类型 而是执行力强 效率又高又靠谱 很多人在上个月做了一些大方向的规划 画了一些饼到了这个月 就可以一点一点的落实 甚至看到效果来 10号11号这两天的火星力是最旺的时候 也就是说啥事都可以很快的做出结果来 特别是土象星座可以期待一下 那么这个11号呢也是一个新月 就本年度的第一个新月 由于它发生在摩羯座 那么我们要重点关注身边的职场领导 长辈相关的一些变化 特别是白羊巨蟹摩羯和天秤座 这一天呢也是非常适合给自己做一个全年的规划的 因为有火木的拱合的加持 取愿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大家可以把这一年最想拿下的目标打在评论区 年底再来看看实现了多少 不过这一天前后对于本身身体不好 或者平时就毛手毛脚的人来说 也是要注意生病啊 科奉伤害之类的 并且这次新月还引动了本年度第一次月 产相这个金融的变化呀 气候和地质的一些变化 还是要关注的 有的人呢也是容易在这个月颤前后栽跟头 总之这两天各种各样的事情的变化都是比较的快 大家就不要再用力过猛了 过了新月之后呢 一直持续到月底 整个星象都还是比较友好的 这个大极星木星轮番拱河土星也是各种的接纳 除了17号20号24到26号 还有31号这些日子要好事多么 需要谨慎之外 其他时间都是诸实顺利的 对于十二星座来说白羊这个月会有职场的徒贵猛进 或者说被领导委以重任 忙呢也是真的忙 但是你们也会因为忙碌而打开自己的财库 有的白羊会跟长辈产生冲突 如果说家里本身就有一些长辈是身体不好的 那么这个月也是要多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 金牛座这个月格局大开呀 你们会过滤掉一些无效社交 终于不要在别人的身上浪费自己的时间了 如果有需要外出办事或者说需要去考试的金牛座 可能会中途掉链子 但是这不会影响到你们的结果 这个过程确实有点惊险 但是你们还是能够拿到比较满意的结果的 你们这个月的财运也是不错的 特别是71年72年83年95年出生的金牛座 双子座这个月呢财来财去赚的款 花的也比较多 对于搞业界的双子座来说 这个月是提成奖金还是非常不错的 跟银行打交道的话也会比较的顺利 不过这个月的感情呢就容易消耗你们了 建议你们还是以搞钱为主 工作上可能会有一些小人 或者说你们发现一些秘密 你们基本上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这么过去了 剧蟹座这个月的观众缘特别的好 也会有一些合作上的变化 这个对方可能会比较的强势 或者说你不得不从一个主导者 变成一个配合者的角色 不过大概率对方还是比较有实力的 你们适当听对方的意见 帮助对方做好他们享有的结果 然后你们会发现 财运也随之起来了 有的巨蟹在这个月容易跟另一半 有一点摩擦 建议你们就是有不满就说出来 速战速决会好 会让矛盾过夜 狮子座这个月工作是特别的忙 也是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好好地休息 工作上你们做好当坏人的准备 不要去讨好任何人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所有的问题就这么解决了 作为禅屎官的话 这个月也是要照顾好自己的宠物 有的狮子在下半月的时候可能会经历合作的变化 或者说感情的取舍 处女座上个月就不要逼自己了 这次水泥过后 你们的元气其实还是需要慢慢地恢复的 但是你可以理解为这就是一个技能冷却的过程 因为下半月你们的运气真的会非常的好 特别是在感情财运方面 以及说做创意儿童 还有就是教育相关工作的人运气都是特别的好 所以你们上半月要保存实力 下半月再好好地发力 天秤座这个月也是属于被财神月眷顾的 你们的财就是来得比较稳 有的人也会发现一些过去的项目 就突然之间给你蹦出钱来了 如果说你们这个月要处理跟房子相关的借贷 或者说买卖之类的话也是比较顺利的 有的人会为家人花钱 如果说是出生在59到61年 73到75年 还有88到91年的天秤 也是要注意自己家人的身体健康的 天蝎座在年底的时候花效是特别大的 但是这个月会好一点 这个钱包逐渐回血 但是还没有到特别旺的时候 先稳住后面慢慢地有好奇看 你们这个月呢非常适合学习新东西 学习效率也会很高 也可以多跟一些有经验的人去请教 谦虚一点点 没准就是能够从大佬那里挖得真金 你们这个月的沟通和跑动确实是特别多的 但是月底呢也是要注意是非争执和交通问题 设计座这个月赚钱挺快的 如果说你是销售的话 那么这个月有机会成为销馆 或者说找到自己的大客户 不过你们的钱也会花得比较的快 特别是花在感情或者说自己的孩子的身上 有的人在这个月赚了钱之后 也会拿出一大笔钱来继续投资自己的职业发展 另外如果说你们下半月有出行的安排 那么一定要多给自己做一些准备 以防意外的发生 摩羯座下这个月人气很旺 有的人能够遇到贵人体鞋 有的人呢容易被表彰 不过如果说你们在事业上真的就成了那种被捧起来的人 那么要注意明哲保身了 一不小心就容易背黑锅 或者说被人阴阳道 特别是上半月的时候 你们这个月的财运呢还算是比较稳的 对花钱也是很理性的 那么到了月底之后 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赚钱的渠道 或者说花钱方式的变化 水瓶座这个月真的是要防火 防盗防晓人 不给你们花饼 特别是80末到90初的这国人 你们这个月就是要好好照顾自己 好好睡觉 好好休息就行了 不要多管闲事 不要一神一鬼 不要去耳垃圾人 也不要去相信什么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一整个月都是 修身养性 就是你们这个月最重要的主题 如果说你们可以忍住 不出风头 不坐第一个先桌子的人 那么这个月 你们也是有机会 有暗财入账单 双鱼座上个月直场上的破事 这个月就要烟消云散了 你们这个月望财望人缘 有的人可能会接触到一些 比自己的段位高很多的权子 建议呢 你们这个月就是 至少管理好自己的形象 然后就不要嘴太碎了 就适当学去一些说话的艺术 会让你们这个月顺很多 对于创业的双鱼来说呢 这个月自己的公司 整体效益都还是不错的 好了 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更多具体的详细的 每一天的运势分析 文字版鉴